10月26日 鸿海近五周大户增加散户减少 作者,A大 鸿海股价从九茂十日最低点的167.5元开始反弹 时间过去一个半月,鸿海股价已经上涨了48.5元 散户在鸿海股价上涨的过程中就一直卖出手上持股 鸿海本来新增了26万个股东,平均成本在194元 最近这一波鸿海的股东减少了78,054人 一买一卖成交易,三大法人买的就是散户卖的 这一波鸿海股价上涨,三大法人合计买回去了242,943张 当三大法人买了一大堆股票后,自然就是会拉台极护盘 所以大家会发觉鸿海最近股价走势变得很强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没有78,054个散户被洗掉 三大法人也买不到242,943张 这也是我常说的,你不用和我说对鸿海多有信心 也不用说自己想要参与鸿海AI百年大行情 只要鸿海股价波动下去,抱不抱得住的股东就一清二楚 鸿海从2024年3月起涨一来 光是涨到股价132元,就有12万个股东被洗掉 这12万个股东是从2019年到2024年2月新增加的 没想到股价就仅上涨到132元 这些新增的股东就全数被清出去 大家在我的频道讨论区看到这里有很多抱得住的股东 以为投资鸿海赚钱很简单 其实这一波抱得住的都是人中龙凤 想要抱到234.5元 大家看有多大的难度 光涨到132元就洗掉了12万个股东 过去5年下来鸿海也才增加12万个股东 大部分的股东都是在刚起涨就被洗掉 又会有人觉得这一波鸿海从169元涨到216元 抱得住很简单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从7月10日到8月6日短短一个月不到 台股指数是下跌了近5000点 重点是光这一个月中就有两个交易日下跌1000点以上 8月5日更是下跌到1807点 几乎所有的公司股价都跌停 连鸿海股价都跌停 我投资鸿海五年半 遇到跌停的次数也才两次 一次就是2020年初COVID-19刚爆发时 另一次就是8月5日这一次 如果你撑过了7月10日到8月6日这一段大跌近5000点 9月4日市场再送你一次下跌千点大礼包 先反弹2000点后 让你失去后再得到 然后再让你失去 鸿海股价从234.5元跌到160元 合计下跌了74.5元 跌幅31.76% 当初在2020年鸿海起涨时 是从74.5元开始上涨的 鸿海在7月10日到8月6日 就跌掉了74.5元 大家就知道抱得住鸿海的人 心理素质需要多好 重点是很多人都是压身加开杠杆 一般散户之所以不容易在股市中赚到大钱 那是因为他们自我心里面不够强健 我相信大家从以前就常听到说 投资要用闲钱投资 不要投资太多 这样下跌时心理压力会比较小 但如果你买的数量不够多 那对你财富自由是没有影响的 当你买的太多 虽然只要上涨对你财富自由影响就很大 但如果你自我心里面不够健全 你是很难在上涨及下跌中抱住股票的 我常和大家说 想要在股市中赚到大钱是很难的 你除了要有基本面及产业面外 你还要有强健的自我心里面 一般人连最简单的基本面及产业面都不会了 更不用说自我心里面 一般你好好的学习股市知识及尝试的话 大概半年到一年就能学会基本面及产业面 这算是幼幼般的 我相信很多人是可以轻易地学会基本面及产业面 我常看到有一些人要问别人基本面及产业面 这种人其实距离能在股市中赚钱还差得很远 这种只需要花点时间就能学会的东西 学不会真的是该打屁股 在股市中最难的就是自我心里面 当你的财富越大 你的自我心里面就要越强健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只受得了赚十万及赔十万 那你的财富了不起就是几十万几百万 不可能再多了 如果你受得了赚几百万赔几百万 那你很有可能资产能到几千万 如果你能受得了赚几千万赔几千万 那你的财富就有机会来到几亿十几亿 这时会有人说 为什么要忍受赔到几千万呢 我这样说好了 当初鸿海从74元涨到134元 有一位网友手上有2000张 上涨了60元 一张赚6万 等于就是赚了1.2亿 当鸿海股价从134元跌到最低94元 等于跌掉了40元的差价 本来赚1.2亿结果便仅赚4千万 为实现损益少了8千万 一般人如果就是赚几十万 几百万的料 可能股价从74元涨到76元 他可能就全部卖掉了 74元涨到76元 一张赚2000 手上有2000张 合计赚400万 如果你受不了赚1.2亿 然后再跌到8千万 你就不可能报到现在的216元 等于就是从74元上涨了142元 这样就能赚到2.84亿 当你不敢赚钱 你自然不可能有赚几亿这样的事 如果你承受不了几千万的波动 你就不可能有赚几亿的可能 我之前常会举例我同事 拿了几万买了两张群创 及一张国泰金 然后每天在那盯盘 说自己不想要工作 我就问他群创涨到500元 国泰金涨到1000元 你能不工作吗 一定就是不可能的 后面拿出了他的200万存款 再去个人信贷 股票值借 向妈妈借 当初在七十几元买了几十张 接下来几年薪资 奖金 股息再投入 在今年红海奇涨前 他手上已经有150张了 至少就是赚了2000万 这2000万是他当初在那 小打小闹能赢得了的吗 一定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的眼界就仅有几千 几万 他有可能赚到几十万 几百万到几千万吗 一定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想要赚大钱 你财富眼界一定要够大 想要赚大钱 公司基本面及产业面 是最基本的 接着就是自我心里面 如果你想加速 当初他就是学了一堆 金融负债的知识 这样才能加速自己 累积财富的速度 所以大家了解顺序了吗 进到股市中 基本面及产业面 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不懂这两项 你连找到一家 能赚钱的公司都办不到 有一些散户是连自己 要投资还是投机都搞不懂 想要投机你就 好好的学投机技巧 想要投资你就 好好学基本面及产业面 当你确定要投资后 你就是要研究公司基本面 找到符合价值投资 时要素的公司 接着就是要强健自我心里面 当你的心里面越强健时 你的财富眼界才会越来越大 等到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都很强后 就是能开始学习一些金融负债的知识 最后就是不要害怕赚钱 不要看到赚个几万 十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就在那内心吸一堆 我看过很多有钱人 他们赚了几百万 几千万 几亿都是平常心 他们也是承受的了几百万 几千万的为实质损益波动 你一生中只要在股市中成功个几次 你就能赚到足以让你财富自由的资产 很多散户每天在那瞎忙 为了一些小拨小动整天在演内心系 还有一些短线课 投机课 每天在那买进及卖出 买了后就在那较多 卖了就在那较空 每天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 看我文章及影片的网友很极端 有一些人五年多前只有几张 五年后有几百张 几千张红海 有一些人五年前几张 五年后还是几张 我是不懂你这五年在干吗 你的人生是多少个五年能让你这样浪费 当你觉得自己很厉害时 也许你觉得自己短线很厉害 但时间五年多过去后 别人手上是几十张 几百张 几千张 你手上是几张 结果论来说你就是费 就是嫩 就是弱 就是没用 你白白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投资机会 几五年的时间 大家按赞并留言 真正的大赢家不需要每天做决策 一个人一生只要投资几档正确的股票 就足以让你财富自由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鸿海近五周大户增加散户减少 二 布局持股时容易有莫实值亏损 三 死报基本面长期一定获胜吗 这一周鸿海上涨8.5元 外资群买超4010张 投信买超8418张 自营商买超323张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48105张 因为集保股权是从上星期五计算到这星期四 所以昨天三大法人合计买超的14424张没有算进来 理论上这一周鸿海股东人数是减少更多的 这一周就是减少了5359人 千张超级大户增加了11人 买走股票12489张 股东人数从917,084人减少到911,725人 正常的散户就是会套劳报永远 解套马上卖 鸿海目前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上 周限213.8元 月限201.2元 即限187元 半年限189元 大家应该有发觉短期的周线及月限股价 已经过了散户的平均成本194元 接着就是即限及半年限持有散户的卖压 这些人成本在187元到189元 对他们来说是赚钱了 这时也会是这些散户的危险期 当你持有鸿海股票超过一年 其实你就会变得相对无感 那就恭喜你成为中长线价值投资者的一员 当初说看好AI百年大行情 你真的就是有机会能亲眼见证 接下来到2031年的AI百年大行情 一般散户如果刚买没多久股价就大涨 这对散户来说反而是不好 一开始刚买进时 是心情最浮躁的时期 如果又让散户赚5到10% 他们就会想 才用几天 几周就赚到鸿海一年的获利 谁要和你抱长期 一开始买进如果是赔 那反而是好事 因为一般人的天性就是会向下摊平及加码 反正可以买到很多的股票 买了后一年后才开始赚钱 这时心情也变得比较稳定 会觉得赚到一些获利是正常的 在这一年的期间中 又能薪资 奖金 股息再投入 持有的张数就有机会越变越多 看一下近五周鸿海及保股权变化 分别减少26842人 6715人 12255人 26883人 5359人 和即减少了78054人 大家心中要有一个数字 当初鸿海股价上涨时 有3万个人在105元被洗掉 5万个人在120元被洗掉 4万个人在132元被洗掉 和即12万人在均价120元被洗掉 这12万个人中有2万人是在2019年到2020年新增的 成本大概在80元 这是不包含领道的股息 有10万个人是在2021年到2024年2月新增的 成本在106元 这也是不包含股息 这些人被洗掉后 接着三大法人在194元把股票卖给新的26万个股东 所以鸿海里面的股东已经洗过一轮了 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说的 你不用妄想鸿海股价跌回100元 因为新增的26万个股东平均是买在194元 从9月20日开始这一波鸿海股价上涨 有78054个股东被洗掉 这些人平均卖在201.2元 一买一卖成交易 散户卖的就是三大法人买的 既然有78504人卖了股票 这些股票就是被三大法人买走 千张超级大户买走了18.5万张 这些人平均是买在201.2元 所以鸿海中目前有两类人 已是平均买在194元的散户 还有181946人 另一部分就是最近一个月 平均买在201.2元的三大法人 所以只要鸿海基本面 产业面及GB200没有什么意外 这些人是不可能便宜的把股票卖你的 9月19日之前三大法人还没有进来 散户平均成本是194元 在三大法人不惯杀及压制情况下股价都能在180几元了 这就是市场认同价 现在三大法人进来买20几万张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进来做善事的 他们成本201.2元 你要他们卖你190元 180元 170元 160元或是100元 他们也不可能答应的 三大法人如果买200元卖100元 等于就是买了400亿的股票 接着赔200亿掉 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控的利空时 三大法人是不会赔钱卖出的 目前我们已经确定鸿海12月份开始出货GB200 你确定 三大法人也确定 他们也是知道GB200至少缺货到2025年底 所以就更不可能赔钱卖出手上股票 很多散户就把股价当成一个数字 觉得自己卖了后股价就要下跌 当你仔细的思考一下后 你就会发觉鸿海股价不可能轻易的跌回去的 我这样说好了 你花194元买鸿海 你愿意用100元卖吗 如果鸿海的基本面 产业面及GB200都没有什么变化的话 你怎么可能贱卖 你肯的话三大法人也不肯 几个散户肯 里面近20万个散户也不肯 他们当初愿意进来买194元的鸿海 一定就是心里能接受这价格的鸿海 当股价下跌时 这些人不但不会卖 他们还会有钱就买及向下摊平 这也是为什么股价涨上来后 不太容易立刻跌回去 尤其是大型全职机优股 但大家记得一件事 这不包括一些小型股及投机股 那些小型股及投机股股本小 市值低 几个主力就能决定股价 就很容易垂直上涨 然后垂直跌回去 来看一下从9月20日到今天的主力进出情况 花旗环球买了43,351张 摩根大通买了37,132张 新加坡商瑞银买了28,041张 元大证券买了20,834张 台湾惠利证券买了18,219张 永丰金证券买了18,104张 富邦证券买了16,881张 香港上海汇丰买了14,395张 港商卖隔离买了14,252张 美商高盛买了119,98张 国泰证券买了9,291张 统一买了7,533张 元富买了66,36张 凯基买了62,40张 群艺金顶买了5,182张 大家应该会发觉外资群及主力 又已经累积买了不少的股票 重点是买很多股票的外资及主力 看到股价下跌时会护盘 像星期四红海股价下跌 花旗环球就跳出来大买1万张股票护盘 星期五又在近来买近7,000张护盘 现在花旗环球都买了43,351张了 记得之前瑞银也是做多主力 后面出掉后就开始变黑心瑞银 最近又回头买红海 买了28,041张 最近瑞银也是会常常去拉台及护盘红海股价 之前富邦也是常常在贯杀及压制红海 近期也近来再买了16,881张 大家看到买超前15名的外资群及主力 这些都是会在之后拉台及护盘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进来玩红海GB200行情 GB200从12月开始出货 会出货到明年地 甚至到后年 所以这些外资群及主力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也许偶尔大盘行情不好时会让红海下跌一些 不过想要让红海垂直90度的大跌 那难度就是很高 现在红海股价要是因为大盘而下跌 大家会发觉很容易就会有人在盘中或尾盘去拉台 这就是有外资群及主力进来买红海有的情况 近六周下来 红海的融资减少5683张 融券增加1064张 借券卖出减少11,150张 红海股价在100到105元整理时 网路上会有不少的酸明酸红海 但他们就是不敢放空红海 他们知道红海净值104元 一年赚10元 股价105元 这种情况放空铁定是闻死的 这些散户单纯就是嘴见了点 他们也是知道投资红海用时间就能稳赚 最近红海股价涨到216元 红海中的融券也才增加到2678张 红海的股本是1386亿 发行了1386万张股票 最近因为有可转换债转成现股 所以红海股本从1386亿增加到1390亿 就算红海股价上涨了一倍 大部分的散户还是不敢去放空红海 这就是一家能连续36年获利 36年配息 近20年获利有资产的10% 近3年获利都超过10元公司的威力 大家有发觉红海中的借券卖出余额也持续的在减少 红海股价202.5元时 那时是8月1日 接着8月2日指数大跌1004点 8月5日指数大跌1807点 红海的借券卖出余额就从46803张增加到84483张 到8月8日时红海借券卖出就来到10万张 大部分借券卖出的主力都是放空在170元左右 所以最近这些放空的主力被送上外太空了 当红海股价越是上涨 这些借券卖出及融券余额就是让红海上涨的动力 红海借券卖出余额在5月13日之前一直都是18000多张 那时红海的股价在170元 这就算是合理了 8月初借券卖出之所以会在红海股价170元拼命的放空 原因可能就是要就之前的空单 现在红海中空单还有5万张是空在170元 直接涨到300多一点 就能让这些空单断头 在涨到300元前 还是能再继续的折磨以下放空的主力 明年GB200大量出货 红海营收及获利大增时 就能送这些放空的主力上火星 新闻说 苹果AI渴望有耳目一新功能 除了一系列Mac新品 苹果Apple Intelligence也将在28日发布 苹果也在准备明年推出的iPhone SE4 必多消息都将为台厂苹果供应链依注营收 Apple Intelligence是苹果与OpenAI合作的AI应用程式 将深度整合iOS系统 美系分析师认为是苹果成为AI手机龙头的关键力量 华南投顾董事长楚祥声指出 苹果Apple Intelligence应该会有耳目一新的功能 如果好用 会带动换机潮 因此 果粉的开箱文很重要 将决定后面第二波的买器 而且只有iPhone 15 Pro以上的机型可以使用 有助于带动换机潮 统一投顾董事长黎芳果表示 iPhone 16并没有卖不好 开卖后三个星期 在大陆市场打败华为 Apple Intelligence很强是在预期之内 利多因素会带动苹果股价创新高 有机会带动苹概股上涨 另外 苹果预计在2025年初推出改版的iPhone SE4 依照制造流程提前三个月 面板供应商已经开始出货 在Apple Intelligence问世 推出iPhone SE4和iPad mini的机海战术下 苹果股价近期创新高 达到236美元 新闻说 鸿海董座刘阳伟现身杨娇大 新系郭台名校接40年来 最大困难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阳明交大 与25日分享 本校有感于台湾正面临产业转型的挑战 每两年都会邀请国际级的企业领袖 来阳明交大旗下EMBA蓝成奖 做发表精彩演说 这次应邀前来的企业大咖 则是代工龙头鸿海董事长刘阳伟 而他也以经营新智慧 企业转型与经营实物为主题 向现场超过200位EMBA企业管理经营者 分享鸿海集团的企业转型经验 及未来产业愿景 据悉 刘阳伟一踏上讲台 就先向运会的专家 学者们强调 今天是与大家分享而非演讲 他从个人启发谈起 分享过去他的孩子在就读幼稚园时 学校有一堂分享课 启发了他对分享的重新思考及定义 他认为分享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也强调专利的本质并不是保护而是分享 是让人类社会变得更有效率的工具 刘阳伟也鼓励大家积极分享自身研究成果 他直言 专利是协助你让分享的成果有保护措施 进而愿意分享的手段之一 也唯有分享 才能促进社会更大范围的创新与进步 接下来 他针对鸿海转型 经营管理 个人体悟 三个议题与现场观众展开交流 解析鸿海集团从劳力密集 技术密集到脑力密集 以及从科技服务迈向科技创新的过程以及挑战 刘阳伟强调 没有技术很难支撑脑力密集 甚至即便是现在已在F3.0转型升级阶段的鸿海集团 劳力密集也是不可避免 只是比例上的差异而已 他也强调 转型不仅仅是升级 更是企业文化与管理思维的变革 并举例庞大的鸿海集团光是推动准时结束会议的文化 就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努力与沟通 在经营管理方面 刘阳伟强调了领导者的基本功是做好分工分享 让团队发挥最大效率 并让大家一起进步两件事 也指出一位好的领导者必须要具备有理想 宣扬理想的能力 敏锐的观察力 以及屡败屡战的毅力四个特质 也强调鸿海集团经营的基本原则为合法合规 说到做到 这八个看似简单背后却蕴含着极大含义的八字真言 在个人体悟上 刘阳伟分享了他在职业生涯中对分享与成长的理解 他认为 一个人的成功不应该局限于个人目标的实现 而是能否通过分享与他人共同进步 此外 他觉得优先顺序的选择以及学会感恩很重要 人生大小是总会遇到许多抉择考验 他建议要经常做优先顺序选择的练习 而凡是感恩 积极回馈 也是他自己经常与同仁分享的人生态度 最后 现场观众提问希望他分享在领导转型决策中最优先考虑的条件 以及遇到最大的困难 刘阳伟笑说 首要的考量是绝对不能毁掉创办人郭台铭花了40年建立的庞大帝国 所有的转型发展 都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 他也唯唯到来转型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耐心 要改变一个庞大组织和众多经理人之过去几十年的想法及做法并非一蹴而就 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的协调 他强调 推动这样的变革 需要的是一个长期且深耕的理念 才能真正达成文化上的转型 当初我买鸿海的前两年 股价一直在70元到90元之间整理 涨到90元后又跌下来 之后又再涨上去 所以就能薪资 奖金一直复利在投入 到了2020年鸿海涨到134.5元 接着在2021年3月到2024年2月 鸿海股价又在100到120元整理 平均是能买在106元 乐观一点的人就会用这三年好好的复利在投入 让自己手上的股票越来越多 悲观的人就会觉得鸿海怎么股价都不会涨 然后就每天在那怨天有人 大家以为在股市中赚大钱需要每天做正确的决策 其实以我在股市中赚大钱的经验来说 我从2017到现在 了不起就做了两个决策 一是买了转机股鸿基 二是转进了鸿海 每一次的决策都是让我的资产翻倍 我持有鸿海的时间更长 来到五年半 所以鸿海已经赚两倍多了 当初持有红旗是一年多 大概是赚了一倍 很多散户每天在股市中瞎忙 看到小波小洞就杀进杀出 但根据统计来看 政府及券商每年会收几千亿的交易税及手续费 你如果在里面玩短线 你就必须的克服每年政府及券商收的这几千亿 而且我常和大家说 当你投资的股票上涨后 其实关键并不是鸿海从70元涨到140元 210元 300元或500元 关键是你在鸿海股价上涨后有多少张 有一些散户会觉得高卖低卖好轻松 他们不会想要努力的增加张数 结果时间几年过去了 持有的张数还是不足以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家现在看鸿海70到90元 100到110元好事没像什么波动 但当初一狗票人在这里内心吸一堆 那时就算我一直说你放六年 赚得我们一人一半 赔得算我的 还是有不少在人在那眼内心吸 那时我和大家说 几年时间过去后 你当初不论是买在70元 75元 80元 85元 90元 这在后面人眼中都是神仙成本 从2021年3月到2024年2月时 我也和大家说 不论你是买在100元 110元 115元 放几年后 你的成本在别人眼中也都会是超级甜美价 如果不相言我曾经说过的 我只能说 影片都在 你可以找个时间好好的看看 当初在那斤斤计较自己买在100元 105元 110元 或是115元的人 现在你回头看看 这几年下来你领了5.2元 5.3元 及5.4元的股息 再加上目前鸿海股价来到216元 你觉得买在100到115元有差吗 鸿海股价在整理了三年 也就是在100到120元整理三年后 今年继续向上跳一阶 大家应该有发现一件事 之前从70到90元整理两年向上跳到134.5元 从74元开始向上涨 后面来到平均106整理三年 合计上涨了32元 涨幅43% 今年是从106元向上涨到234.5元 上涨了128.5元 涨幅121% 这一阶段上涨的比较多 原因是因为整理的时间多一年 而且鸿海的获利从8元跳到10元 从2019年到2023年这五年间 鸿海获利就仅是按净值增加的幅度提升 也就是净值83元赚8.32元 净值100元赚10元 前几年鸿海找不到新的成长动能 所以就是靠流动提出来的F1.0 现况优化 F2.0 数位化转型 应给出货力 鸿海的股价会随着净值提升而提升 这一点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很正常了 我常常以你20年前出社会时存款0元 20年后存款1000万元 你觉得20年前及20年后你的价值会不会改变 答案当然就是会 当初鸿海股价70几元时 净值80元 我就说鸿海一年赚8元 每年净值增4元 只要获利能力不变 净值会越来越高 股价当然也会越来越高 因为净值越来越高 手上的资产变得越多 获利当然就越来越高 在2021年到2024年2月 是因为三大法人卖了鸿海100万张 所以不想要去炒作鸿海 还故意不把鸿海新增的净值反映到股价 今年3月时 因为广达及伪创都已经涨翻天了 股价净值比4到8倍 鸿海没有理由股价净值比才一倍 当鸿海股价涨到200多 现在股价净值比还是连两倍都不到 有人会问鸿海股价很贵了吗 其实一点也不 因为鸿海有一个新的成长动能 也就是AI伺服器 接下来5年鸿海的获利会高于净值的增长 也就是之前净值83元时鸿海能赚8.32元 净值100元时能赚10元 接下来几年鸿海的获利会比净值增加的速度快很多 所以目前的股价并不会是什么高估价 不过就像2019到2020年 及2021年到2024年这两阶段情况一样 不论鸿海未来展望有多好 你短时间买到鸿海都有可能会产生未实现损益 今年鸿海是从100元开始向上涨到234.5元 再跌到160元 最近涨到216元 如果你对鸿海的信念不足 很有可能买到均价194元 结果跌到190元 180元 170元甚至是160元就止损卖出 如果你是真心想要看AI百年大行情的 那买法自然就是持续的买 就算你涨到150元才开始买 涨到160元 170元 180元 220元 230元 接着跌到220元 210元 290元 180元 170元 160元 又上涨到170元 180元 190元 200元 216元 你就是持续的买 过程中一定是会出现未实现损益的 当初在70到90元买的人 还有在100到110元买的人 他们都是会出现未实现损益 这一点大家都一样 当你布局完后放个几年 你就会发觉不再会有未实现损益 几年后你的成本在别人眼中又成了神仙成本 新闻说 王文涛会库克 苹果AI落地有谱 苹果执行长库克为推动苹果AI落地大陆 今年第二度访中 并获大陆高层官员接见 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25日在北京与库克会面时表示 欢迎苹果继续深耕大陆市场 陆方将进一步优化经商环境 持续为外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此前 大陆工信不长金壮龙23日在北京会见库克时 同样表示希望苹果继续深耕大陆市场 加大创新投入 与陆期一同成长 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 并承诺给予良好的经商环境 综合陆媒25日报导 库克21日晚间在微博发文称 很高兴再次回到北京 并与22日参访北京顺益一家有机农场 与中国农业大学 这将大学学生讨论iPhone和iPad 在农业研究中的应用 报导指出 库克这次访中是在苹果9月 推出iPhone16系列新机之后 他在8月财报电话会议中曾表示 正推动Apple Intelligence落地大陆 目标是为所有苹果用户提供AI服务 由于陆版iPhone16目前无法使用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外界聚焦他此行如何将苹果AI打进大陆市场 据大陆商务部官网指出 王文涛表示 欢迎苹果把握机遇 继续深耕大陆市场 与大陆伙伴保持稳定合作 陆方将进一步优化经商环境 持续为外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王文涛强调 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利益 大陆愿通过经常性的正气交流 帮助中美经贸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库克则强调 苹果将大陆视为重要的市场和关键供应链伙伴 将致力于在当地长期发展 持续加大对供应链 研发等领域的投入 一般讨论区网友提问 此报基本面长期一定获胜吗 想请问一下长期投资的价值 不外乎看到公司基本面良好 营运向上 但是可预见的未来跟获利良好 营运短期看也会持续向上 但近期股价从高档回档也快30% 我看股市同学会分析基本面 未来获利头头是道 分析得很好 很多人也被打了鸡血信心大增 即便现在筹码都被投信息光 市场流动性低 外资群却一直卖 想请问以长期观点 三到五年 来投资的胜率一定很大吗 谢谢 一般讨论区网友必回答提问 如果你指的长期是三到五年 这样好像对长期这两字有点误解耶 三到五年就想赢本职上你还是想快速致富 所以你应该要先认清你投资的目的 是需要钱还是增加存款吧 我认为长期投资最理想的情况 上你刚好在退休时间可以卖在最高点 但是我想大部分人应该最需要钱的时候 应该都在30到40岁这段吧 这阶段可能会面临结婚生子 父母开始渐渐行动不便 甚至住院等 假设你大约可以活80年 快一点的话20岁开始到60岁算40年退休好了 然后你的长期标的刚好在你40岁走微笑曲线 而且刚好在曲线的最低点 你真的忍得住吗 阿你说要是没涨可以放到隔代还是有机会 A大回答 如果你买到的公司符合价值投资时要素 基本上你放个三到五年确实一定就是稳赢的 投资要买进有价值的公司需具备 1.获利稳定性 2.获利有续航力 3.连续且稳定的股息 4.股价不能距离静止太远 5.聚竞争力 6.最好还要有未来的题材 7.大股本 8.高市值 9.公司提供透明的资讯 10.董事长有执行力及有诚信 之所以很多散户进来股市中赔钱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投资及投机的区别 常常错误地把投机赌博当成投资 如果你想要投机及赌博 这种就是有人赢就有人输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决胜负 你赚到的钱是别人赔的 别人赔的钱是你赚的 所以你进到股市想要快速发大财 或买来卖去 那就是属于投机 也没有人说投机不好或一定赔 但如果你想要进到股市中投机的话 那就要接受赚钱及赔钱都是可能的 你就不用看价值投资时要素 你反而要去好好的修炼投机吧要素 包括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 把人心里面 散户心里面 自我心里面 纪律 资金配置等 如果你就是要稳赢的 那你就只能选投资 然后用时间换取合理的报酬 这就和你工作一样 你每天花时间去上班 一天花八个小时上班 两个小时吃饭及通勤 一天就是花十个小时 一个月休假八天 一个月能赚到四万 以你的能力几年资金资会不同 你就是要花时间去赚薪水 投资当股东的话 你就是需要付出时间及资金 你投越多的钱进到一家有价值的公司 你每年会领到越多的股息 除了股息外 以鸿海为例 一年赚10.25元 配出5.4元 还有近5元是留到净值中 这也是属于你稳赚的 有了这想法后 投资长期真的就是稳赢 大部分人之所以会赔钱 那是因为买到获利 别人先拿走 风险你来单的个股 以最近来说 中国说要就经济 中国股市 速化 钢铁及水泥股价就大涨两成 甚至是三成 这种获利八字还没一撇的题材 你就无缘无故多花了两三成的差价去追 最终会赔钱也是合情合理的 有一些则是股价净值比三倍 四倍 五倍 六倍 甚至还有十倍的 买到那种公司也是获利别人先拿走 风险你来单 以鸿海来说 目前股价净值比两倍不到 未来五到十年受惠AI产业大爆发 其实目前已经是能确定 鸿海未来能持续的高速获利成长 你这时花股价净值比两倍不到的价格买到 虽然确实是有一点风险 但相较其他AI概念股来说 鸿海的风险比广达 伪创 伪硬 应业达 工业负联低 这时会有人说 如果当初股价净值比一倍买到鸿海 那岂不是更安全 嗯 没有错 但当鸿海股价净值比一倍时 就是没有AI产业大爆发的题材 鸿海一年了不起 就是固定一年赚资产的10% 你想要买到一家获利会大爆发的公司 你就是要花高一点的股价净值比 一分风险一分获利 你买鸿海一定是比一些投机股 小型股风险低 很多投机股都是吹牛的题材 鸿海的AI伺服器是很确定的题材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想要买到越确定获利成长的公司 花的股价净值比就越高 但好处就是公司获利会大幅度增加 股价也很会上涨 重点是获利还都是真的 当鸿海股价净值比来到4倍 5倍 6倍 甚至是10倍时 那时的鸿海就仅剩下满满的风险 获利别人早拿走 之前鸿海股价净值比一倍时 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会去买的 因为市场清一色看衰 正常人是抱不住鸿海的 我们当初以一倍股价净值比买到鸿海时 其实也不确定AI产业会大爆发 当初我们是赌未来电动车会发大财 最终发大财的是AI伺服器 所以你想要确定的获利增长 那就是要付出几年的获利当眼光费给别人 不然别人为啥要把一家好的公司让给你 新闻说 中纲9月转亏为14个月手键前 三季税前盈余36亿元年增98% 中纲25日公告9月税前亏损6.74亿元 单月转亏近14个月手键 第三季税前盈余1.43亿元 即减89.2% 年减7.5% 不过 前三季税前盈余36.41亿元 仍年增98.11% 虽然短期获利承压 但中纲认为 美国联准会启动降息循环 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稳健 美国经济具韧性 中国大陆强力推动降准 降息 防贷优惠措施与设备更新 汽车家电就换新等两新政策 推升原物料行情向上 此外 中 美全球二大主要经济体同步货币宽松 国威系地域估金 明两年全球GDP成长率可达3.2% 台湾民间投资增温 消费动能延续 最新台湾九月外销订单537.9亿美元联期红 显示终端需求缓步回温 赋以国内汽车用钢需求叙述相对高位 第四季为钢铁业传统旺季 有助支持钢架上扬 中钢九月营收267.47亿元 月减9.6% 年减9.2% 营业净损14.12亿元 税前亏损6.74亿元 较前月及去年同期转亏 第三季营收856.15亿元 既减9.5% 年减3% 营业净12.23亿元 税前盈余1.43亿元 既减89.2% 年减7.5% 中钢九月受到钢架走跌 需求放缓影响 拖累营收表现 以出货量来看 中钢及子公司中农出货共82.6万吨 较目标85万吨略减 也低于8月的87.3万吨 第三季出货约262-63万吨 累计中钢前三季营收2739.41亿元 年减0.4% 营业利益8.5亿元 年减7.5% 营业率0.31% 年增0.02个百分点 税前盈余36.41亿元 仍年增98.11% 中钢说明 前三季虽然钢铁业销售数量减少 但营建工程毛利增加 令矿业投资货配股力增加 置业外收入增加 推升获利表现优于去年同期 A大回答 当初中国说要救经济 很多短线客 投机客及当冲客就冲进去塑画 钢铁及水泥类鼓中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 之前我就说过 中国说要救经济是9月底 所以塑画 钢铁及水泥第三季财报一定也是会和之前一样难看 加上中国救经济的成效没有这么快 所以一开始塑画 钢铁及水泥一定就是赌博 大部分一开始冲进去的人根本不会想要去看中国救经济的结果 就是趁着有题材进去朝一波短线 赚到差价就拍拍屁股走人 我说过 就算你真的想要去赌中国救经济题材 你也不能一开始就欧印买进 因为一开始铁定是追高的 就算你真的想要去赌中国救经济题材 后面会开出第三季财报 一定就是和之前一样难看 大部分的投机客根本不可能撑太久 所以想要布局后面有的是机会 想要赌这种题材时 我觉得你要对产业很了解 而且也要很有耐心 想要看到成果的话 至少是要半年 一年 甚至是更久 以我投资的个性来说 我是不喜欢这种未来不确定 获利还先被拿走的个股 你进到塑化 钢铁及水泥类的股票 很有可能中国就经济又失败 结果已经有10%的获利别人先拿走 如果真的要赌 你未来会赔钱的几率已经很大了 怎么可能再去被别人先拿走10% 之前涨到最高时 甚至是拿到15%到20% 大家在股市中投资或投机 你还是得懂怎样的情况 对你来说才是有利 如果你常常喜欢读一些 不确定性很大的题材 你迟早有一天是会受重伤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 鸿海这种稳中求胜的 每年都获利资产的10% 买进时鸿海正在转型 就算转型失败 还是每年都能赚资产的10% 重点是未来获利还没有人拿走 大家看这一次我能得到比较大的差价报酬 原因就是有部分别人不要的报酬送我了 我买到的价格也没有被别人先拿走获利 所以我的投资单纯都是用时间就能问赢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鸿海啥巴鸿海啥巴鸿海啥巴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周理人乐情来 鸿海三百 鸿海三百 鸿海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